快要出关了 要出还关了 出关然后还要入关 还有灯灯啊 对啊我们继续走到哪个国家都是啊 到南非到马拉威里 那你接我们跟灯灯放个星 我们很高的喜欢见到你 如果我们买完了 我们会釵运答 我们也许能不能禁止 我们也许能不能禁止 我们可以尸体 我们感觉到这些国家 我们感觉到这些国家 我们感觉到他年級 我们感觉到民主的条件 我们感觉到这些国家 内容我们感觉到达了 要去感觉到这些国家 2010年的1月份 我去越南参加了一个国际善缘大会 都是比丘尼和在家女居士的会议 在那个会议上我结识了台湾的师姐张美红 那么他结缘我们大家一本书 叫《行脚非洲的和尚爸爸》 那就是通过这本书 我才了解到了惠里法师和他在非洲的ACC 因为我是一个出家人 出家人肩膀上就是贺丹如来佳耶 红发立身 所以一接触到非洲这个姻缘 我第一个想的就是要如何把佛教带到非洲来 所以我就立定一个目标叫法传非洲 续佛会命 非常感动 然后我跟我先生在家 我们两个都哭了 然后当时就说我们能做点什么的 我就想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去 然后去地我就到非洲了 这样的《无辜察库》 将来我觉得是没有 两两六年 韭国人在家 给人家兵 arde dance 放松 空母 mutam 否ante 点耳 同时 留情 有asion 送给人家盼 我 anh 大家 有心 我第一次 武 사람들 导演 我的名字是 我的男人 我是国家 作 quest �입니다 是不是 我非常飞 睡 真的进到部落以后 我才发现 的确是非常非常的贫穷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贫穷 你看到那种土的 底下是土的房子 上面是草 茅草的 而且他们的房子里头 什么都没有 没有床 没有家具 什么都没有 好一点的有一个席子 或者有一个坛子 不好的没有 我就睡在地上 这个就是他们住的地方 这是客厅 你外面看到的椅子 就是不是这里 他们是借的 因为今天他们知道 有客人回来 所以他们借椅子 他们住的房间 这个就是他们住的房间 下面会放一个坛子 但是白天的喜欢 也会拿出来晒 你的小朋友会尿床 他们的睡觉的房间 这个房子有两个 睡觉的房间 这个比较大 比那个还大 所以他们没有床 他们会用这个 来睡觉 然后下面会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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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坛子 毛的 他们的主食就是 叫玉米粉 他们的语言叫西马 用那个七交马语叫西马 他们的这个西马 是所有马拉维人的主食 就是玉米粉 他们倒进去 然后放水 和和和和和 然后煮煮煮 就变成一坨一坨的 它热的时候 还能比较稀 能够盛出来 凉了以后就很硬的嘎的 最早惠里法师建了那个 那个孤儿院以后 如何接这些孤儿来 都是吃最大的问题 那么在非洲有一个传说 是中国人吃小孩 那我们办孤儿院 要缩养小孩 没有一个部落的酋长 愿意把小孩交给我们 有那么几个孩子 就见到我们是死哭 就哭得简直 就像见到鬼一样 其实我后来想 可能他们看我们 真的是挺像鬼的 因为他从小看到的 都是黑皮肤的 卷卷头发的这些人 突然来了一些 黄黄的白白的 还梳着长头发的 他就觉得像鬼一样 我们高兴见到你 爱你期待的期日 爱你爱你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阿弥陀佛观察中心 虽然是一个孤儿院 但不是在养 而是在教 因为我们发觉 非洲 你想要改变非洲 第一是教育 第二是教育 第三还是教育 每一年国际救援组织投入几十亿美金 几十年来非洲还是非洲 贫穷落后战乱满房疾病 好像就是非洲的宿命 那么要改变非洲的宿命 唯有从现在开始 培养新一代的非洲人 那这新一代的非洲人 我希望就是 因为有中华文化 有佛法 能够激发他们的慈悲 智慧与愿力 因为是佛教孤儿园嘛 孩子们上早晚课 所有孩子都会念经 用中文念经耶 我就印象特别深的是 我到了那个孤儿院的第二天 一早我去参加早课 那个场景我一直都 都不会忘记的 我一进那个佛堂大殿 首先看到是 三尊特别特别高大庄严的佛菩萨 然后但是真的没有想到 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佛堂里看到 全都是小黑行 然后背阿弥陀经啊念佛 我那一个早课 真的是哭了三次 第三次的时候 哭得特别特别厉害 我都起不来了 孩子们是敲打翻背的 而且所有的翻背敲打 都是他们自己敲打的 也是让我没想到的 然后当我听到他们在唱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的时候 用那种翻背的唱颂的时候 我的眼泪第一次就出来了 我就在那摆着 一直在哭一直在哭 那是我哭得最厉害的一次 中国有一句话说 四海一家亲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就是说能够与人类做朋友 与世界做朋友就是重要的 全世界的人就好像都是亲戚朋友 全世界的人都好像是兄弟姐妹一样 我说要不要来跟我念一段阿弥陀经啊 念完了当师傅的客人 我请你们吃饼干 请你们喝茶好不好 然后带着他们读 我念一句他们念一句 其实念的效果真的很好 所以第二天呢 就跟他们约了第二天一样的时间 你们可以站到这里来找我 结果第二天就来了八位 三天呢来了十一位 第四天来了一个house 大概有二十五个位 所以马拉威要有好的文化 你如果觉得这个不错 全世界的人类好像一家人一样 都是亲戚朋友 都是兄弟姐妹 如果觉得这个文化好 你们就要吸收 带着aran 法庭以赋 1个月 21号 这一条 年底会 说 这一条 降低 下 Pier 两场 predict 对 Comment Trustee 我的观点就是 非洲文化是一定要保留的 而且要传承下来 演 舞蹈 歌 歌曲都不能遗失 这也是人类共同的一个财富 他本身就觉得他们应该保留他们本民族的东西 不要把它变成就像在美国的黑人一样 美国的黑人就是过着 就是黑皮肤的白人 就是美国人 美国的黑人跟非洲黑人截然不同的 他们不是一类人 那么惠里法师不愿意他们变成 黑皮肤的中国人 他们还是他们的人 他们还是他们本民族的非洲人 以非洲人来说 像我们在马拉雷 三岁到九十岁的人都喜欢唱歌跳 他说唱歌跳舞 其实他是想把内心的欢喜跟感动 借着唱歌跳舞的时候 传达给这个大地 给上天 给这个自然环境 给他的祖先 就是人性都是一样 就是说 最初的人性都是很纯真 很纯樸 那这个不分任何的人 其实都是如此 要说到孩子怎么练起少林工作呢 因为大家想想他们在孤儿院里生活那么贫困 那么艰苦 所以孩子们大多都是体弱多病的 每个孩子从部落接过来 要检查身体 大部分都是有 就是大肚子病 肚子很大的 四肢很小 那里面都是蛔虫 那么还有就是头衔 那现在他们是 那是什么病 这个是头衔 头衔 就是我们小时候那种赖利桶吗 对 就是美菌感染 你看他 他上位痛 因为他头上都流浓 因为他在擦的时候 要把他上面的那个结的那个 茄 那个夹 结夹的地方 把它 弄开来 都很浓啊 流血啊 可是不讲妈的字的话 这个最点赞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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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当时惠里法师就在少林寺下面的五校请了功夫教练来教孩子们练少林功夫 最早的想法就是强身健体 只要有爱心,只要有耐心,可以化解尾气 那么假如我们付出爱心跟耐心,还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尽过力了,你只好放下 那个就不是我们所能解决的 那是众生的福德因缘没有具足和不能成就的问题 但是在还没有付出爱心耐心,在没有尽力之下呢 我们面对问题,依然还是要尽一切力量去解决它,去面对它 后来我们办了一个中文演讲比赛 是ACC的首届中文演讲比赛 是从这些大一点的孩子选拔出来中文比较好的 然后当时我们是出了五个题目 包括我在ACC难忘的人是谁 我为什么喜欢ACC,我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我来ACC的时候是八岁 到现在已经五年了 我喜欢ACC,因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现在是十五年了 我现在是五年了 我今天没讲解决语 我现在在我手中心 我从开心要做什么 因为我要关头的家 关头我的家人 所以我要尽力尽 这些事都进入 我為什麼喜歡SCC 我來SCC已經三年 我來SCC已經三年 我家裏部落的時候 我家裏部落的時候 家裏練習 家裏練習 家裏有幫助小孩子 兩個女孩子 另外我跟他太子 我心致下腹 我心致下腹 我慢慢的腹減了 我家裏有幫助小孩子 我家裏有幫助小孩子 體財都會腹減 我也沒有腹減 沒有血腹減 願願忙 我睡第三 沒理解 所以我在孩子們身上 看到了他們 知恩 感恩 報恩 這一點也特別的難得 你也不應該是 那些孩子 是在國安院里面癌 誰也不是說 就領養 任養一個孩子 然後養他一輩子 那麼是怎麼養呢 你可以助养他一个月 你可以助养他一年 那么你助养一年 我助养一年 是大家一起帮助养这个孩子 所以叫助养爸爸 助养妈妈 他们今天将为各位 在台湾的助养爸爸妈妈 还有各位这么用心 这么热情的朋友们 带来精彩的歌舞 循环利亚 阿弥陀佛关怀中心的愿同 在12月份都会到台湾来 要借着表演的机会 跟台湾的助养人 有互动 有交流 那么这里面的感情 才能够联系起来 让助养人能够感受到 阿弥陀佛关怀中心 愿同的这种教育跟管理 我们今天是不是要为 助养爸爸妈妈们背一段 你们学的中文 要背什么 太小生 弟子归 我们掌声欢迎他们要背 弟子归哦 一 二 三 Go 弟子归 三人气 小小气 赤紧心 方爱照 而心神 有余力 早晒晚 父母喝 英误丸 父母面 十误丸 很开心这次能够来参加 茫园佛种的感恩之旅 由于今天适逢是8月8号的父亲节 所以我先跟全天下所有做父亲的人 说一声父亲节快乐 因为今天我也是一个父亲的角色 因为我在非洲ACC这个 阿弥陀佛关怀中心里面 有任养了十位小朋友 这次有三位我的女儿到了现场来 陪我度过一个快乐的父亲节 那我希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来帮助世界上面需要帮助的人 小小的肚子到底能不能够 吸起这个碗呢 阿弥陀佛 还能够旋转掉在半空中 用富士西碗旋转在半空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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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的9月 明华园到南非做艺演 艺演的时候认识了佩理法师 然后也才知道 他正在从事一项艰难的工作 也让我们感动的心情 因为我们知道他要成立 阿弥陀佛 高海同心 天星星 然后要来助养 黑中等 夫儿 甚至是爱之夫儿 那那个时候呢 可以说 要良好一人 抱歉少亲 这个在什么都缺乏的情况之下 佩理法师坚持到现在 坚持到现在 他现在的孩子的波长 你知道吗 三千多个以外 可能往后是越来越多 可是各位 它是越来越重 今天舞台上的主角呢 是来自非洲马拉维共和国的 二十位小朋友 那么在当地呢 他们都生活在孤儿院里 不过今天在这样的一个 公共开放的空间当中 他们要展示他们作为孩子 活泼开朗一面 现在演出开始了 我们赶紧看看现场的情况 我们国家汉班 在全世界各地 很多地方都有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是建立在大学里 那么在中学和小学呢 是孔子学堂 当时我去的时候 是我们ACC正在申办孔子学堂 汉班这边呢 所以就对我们也很支持 就在我们申办孔子学堂过程当中 就没有完全申办下来 就已经派了汉班的老师 说到这个汉班 还有不能不提的一个叫汉语桥比赛 就汉语的比赛 它是每一大洲有一个出赛 有一个分赛区 那我们在非洲赛区 马拉威的小朋友 就是我们AC的小朋友 代表马拉威到南非参加出赛 获得一个第一 大家好 我叫万香 方香的香 我今年十五岁 我来自马拉雅 大利卓福光环中心 我很高兴您来到那边 专家号找人在 因为这是个专门学习 也好机会 我喜欢唱歌 跳舞 也喜欢读书 写字 尤其喜欢写幻字 写文字就像报告一样 中国人真正的演出 用最简单的方法 创造了最奇妙的文字 我也当个美好的愿望 第一 我和我的最后面 能够千千开心 所以其实我就在想 惠里法师做了一件 特别伟大的事 他真的是培养了一代 完全不同的 新一代的非洲人 他们以后长大了 将是改变非洲宿命的一代人 我和你一代人 我看你 我会想到你 都不太有 我会想到你 你会想到你 都不太有 我看你 很多人 有些人 都不太有 Zither Harp 我记得我们在今年一月份 办那个分享会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佛教在线的 星泽老师说过一段话 星泽老师呢 他是认识慧礼法师庭 二十多年了 他说其实子明这个分享会呢 是想给大家一个 就是推开一扇窗 让大家知道 在世界的那个角落 那一边有这么一群人 在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其实就像慧礼法师 给我们这本书的提名一样 就叫爱在天地间 其实爱是没有国界的 无论是非洲 还是大陆还是台湾 其实都是没有国界的 而且也没有肤色种族之分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西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生死 流浪 为了法船飞走的远期 为了许佛毁民的梦想 为了非洲的孤儿 流浪 流浪生死 流浪 流浪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